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几率分配的卡方检定 这个题目是淡江气岩所的考题 来我们看看题目的内容 他们是做的是有六个可能性 他做了一个一个实验 那么他的各自的这个几率是 0.1 0.1 0.15 0.3 0.2 0.15 这相当于怪了签的骰子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要做的是六次的独立的一个实验 就是说这个number of time 这六次的结果是这样子的 4 3 7 17 16 13 我们发现这样的结果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检定呢 我们要检定的是 这个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的原来的这个比例 我们的做的出来的实验 有没有符合这个几率分配 那么他要用我们做什么呢 5%的一个显著水准来检定它 好 那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先写出了虚无假设 虚无假设就是说 第一个 比如说1.23456 那么就是符合了这个几率分配 就是说几率是 P1是0.1 P2是0.1 那么P3呢 0.15 P4是0.3 P5是0.2 P6是0.15 那么对立假设就是 这样子讲 就是P 我们用I好了 I等于123456 不全为真 就是说 他们这并不是符合我们的这样的分配 那么要做一个卡方检定 我们就要把这个观察值跟期望值要找出来 那么我们要做了一个表 这个表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观察值 这边是O 就指的是观察值 这边观察值 4 3 7 11 我们把它填下去 4 3 7 17 16 以及13 这边总共有几个观察值呢 有60个 我们加加看是不是60 7 确实是60 那么我们的这个几率呢 几率是 0.1 0.1 0.15 0.3 我们按照上面抄下去 我们加起来应该要1 这个没有问题 这是什么 这是期望值 依据我们的这个实验的次数 如果按照这个几率来看 我们这边的值应该要多少 这个0.1要乘上60 这边应该要有6次 平均上来说要有6次 这个也要有6次 这个乘上60 应该要有9次 这个应该要 0.3 那就18 18次 这边是12次 这边是9次 来 我们加起来应该要是60 卡方简定的这个 基本上来说 它的做法就是 chi square 这个地方来说 我这边的话呢 是 sigma 要总和 底下是 Ei 上面是 Oi 减掉 Ei的平方 这边 i等于1 这边到6 来 一个一个算 第一个是 Ei是多少 6 6分之 两个相减是 2 2的平方 我们就直接写了 4 这边是6 第6 这两个相减是多少呢 是3 3的平方是9 这个是9 这两个相差 2 2的话就是4 再过来就18 这边差 只差1 所以是1 这边差的话来说 只差了4 这边是12 4的话就是16 这边是9 这边差起来差的比较多 这边也是4 是16 好 我们算一下 这个用计算机按一下 算出来的结果是 5.7778 我们算出来这样的结果 好 那现在 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呢 检定的工作 5%的显著水准 那么 卡方检定 我们 只检定右尾 5% 这边是0.05 来 我们来看看卡方值是多少 来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看看自由度 这个地方来说 0.05 我们先找一下 0.05 开square 在这边 我们的自由度 这边有6个 n等于6 所以自由度 应该要选的是 5 11.07 这边是 11.07 我们是在5.778 在哪里呢 在 还没有到很大 所以 如果说 它不是非常的大 表示 它们之间的差距 没有非常的明显 于是 于是 我们就 这边来说 我们是 小于 它的 开square 的 这个 零件值 11.07 我们就 不拒绝 H0 也就是说 我们经过了 这样子的测试 有没有符合 刚刚所谈到的 这个 几率分配呢 我们没有办法 去拒绝它 就不拒绝它